转播团队也是非常重视的 主裁判顾仲涵 出现了全场比赛 开始的哨音 这里是由腾育体育为您带来的 2021赛季中场联赛的比赛转播 中场联赛第19轮的一场较量 由广州队坐镇主场 天下所体育中心体育场 迎战北京国安 对 好球 这边北京国安前场抢 高天逸 郭川打过来了 机会紧去里边 王子明左脚是门 这个球的处理下半 没有举起脚球 脚球 广州今天很聪明啊 就是逼你百洋开大脚 这边抢回来了张玉宁 调整一下外围要打远射了 球打质量还是很高的 打得不错啊 球打的这种地平球说实话 不太容易接着力柱出的呀 换了 左臂上举 开起来一个前点 蹭过来 二连跟进 左脚顺门 郑志的顺门 脚球 对 连续三个脚球 郑志凌空打 确实 好的 好球 推得不错 高准一 看看在左边路的位置 面对曹永静 左脚传中前点 漏机会 球打哪去了 这个球 杨鲤鱼的包抄踢偏了 四点包抄 四点包抄 传的前点漏了 当球我也都没想到 球来得太突然了 郑志已经空了 坐回来再给 漂亮 就是郑志能出这个球 踩单车 再扣一下 邓韩文这个能力 左脚射本 一秒 四十分钟 帮给中间的一个支点 坐回来 真是正直 正直的一个C球 然后接着走内线 过掉一个人 左脚 一个反脚 这个球是 基本上是一气合成 打得确实太好了 看右边曹永静 曹永静拿球 王子明在要 曹永静传低的 好球坐回来 张宁宁 这个球没压住 下半场比赛 感觉双票拉开了 漂亮 卫士豪 右路已经空了 一对一 杨立宇 可回来 左脚 平成 军警官也有后手 张细哲在替补习仗 再给平成 顺 漂亮 王子明 王子明 自己射门 五度角的位置 更好一些 他这个汤横了 有点 你看 又汤 就是汤的不够 对 郑志说 你换人 我得下一指挥 指挥去了 有点变化 何超 送出助攻的郑志 今天 在中场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60分钟 刚好 一小时 刚好 再给张玉宁 好好球 张玉宁 调成 接下来怎么办 俩边能不能上去人 左边在要推迟线 漂亮 看过来 右脚穿出 机会 门叫神扑 来看一下 对 这个是直c过来 看 这个倒三角传的 还不错 看看脚球 张细哲 右脚开出来 后点 头球顶到了门前 来自应该是杨帆的一个头球 这球往回跑 去顶发力 选择射门了 突实冷剑 打菜正好 我也感觉像个四后卫 当然我特意看了一眼 他阵地站好像还是五后卫防守 海洋传出来 赵玉宁先把球打进再说 还是击齐了 约位了 这个 文凯云要上 朴城 左侧李磊 李磊 还是给递的张绿宁 露好的 安德斯鞋尔瓦 再露 机会 试门 安德斯鞋尔瓦也露 正好一个远射机会 没打上 没有完全打好 他还是抽的 凌杰背身 腿边 传低的 前点 杨立宇机会 右脚射门 无论是北京关的射门 广路队射门 全打飞 这球打低的话 好球 当过人之后的 右脚传中 高的张绿宁 头球 张绿宁这个点抢到了 光靠腰斧 我 往里撑砸 这个太难了 结束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广队是靠着上半场比赛 最后时刻 邓涵文的进球 1比0 击败了